妈妈 问你个事情啊 嗯 你老实跟妈妈讲 你跟那个张安安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谈恋爱了 没有 我跟张安安真的什么都没有 就跟你跟张叔叔一样 一清二白 怎么又扯到我跟张叔叔了 哪里跟哪里啊 反正都是误会了 那个外婆她好像想起来 那个男的是谁了 她说她以前小鼻子小眼的 现在怎么变成一个帅气的 哥哥 她说女大会十八遍 男大会一百零八遍 不是 你外婆还跟你这么八卦啊 在说你跟张安安的事情 你扯到我身上干什么 不是 我跟张安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没有什么可扯的 但你跟这个汤叔叔就不一样了 你俩比较有爆点 什么挺有爆点的 你老实跟我讲到底怎么回事 最近总是见面 他约的你还是你约的他 不是 我跟张安真的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俩谁也没约谁 就是下课了 然后他放学了 就碰着了呗 北京城这么大 你们两个学校不在一起 你告诉我 怎么可能碰到呢 这么巧啊 这我怎么知道啊 那人家是个大学生吧 他总不可能每天待在学校里 他肯定要出来看一看这个 他这么大的北京城 撒谎 你看你一撒谎就要嗯嗯啊的 眼睛就像散了光一样的 没有撒谎 没有撒谎 不可以这样的 妈妈不是不许你谈恋爱 是不许你现在谈恋爱 你不能忍一忍嘛 那现在读关键的时候啊 要考大学啊 一辈子的事情啊 你不要把自己的未来 给回在自己的手里 听到没有啊 嗯 听到了 道理我都懂 而且我也真的没有谈恋爱 嗯 就顾佳怡女士 你觉得 顾林同学会自己故意 毁掉自己的未来吗 嗯 那你觉得周晓秋女士 会故意毁掉顾佳怡女士的人生吗 都不会吧 林林 没有一个人想要 故意毁掉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别人的人生 怕的就是你无意的呀 你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犯了错 别人在边上看到都不能提醒你 那就酿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了 不是 就算我犯了错 那也是我自己 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选择 哪怕它是不正确的 那我经历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也能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这样也能为我以后的人生 带来一些帮助吧 你这个想法不对呀 你万一犯的错误 你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后果呢 那个损失惨重啊 那个不值得呀 你看 你已经开始否定我的想法了 然后你还去设想这样一些东西 你俩都是这样有个通病 就喜欢去干预 喜欢去控制别人的人生 这都成为习惯了 你不要给我贴标签 我不是要控制你 我是给你提一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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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兢的呼其中 我是给你提一个刑 我是给你提一个刑 也 notor一张 自己骑咱们还是有贴标签